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 我是阿明 先来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来自台南仁德的最佳女主角 郑雪栗师姐 欢迎光临 还有金偶团 刘凤益师姐 阿明师兄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还有洪高平师兄 阿明师兄大家好 还有全球观众大家好 感恩感恩 这个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相信是每个父母心中的期待 而咱们的雪栗师姐 有缘走入慈祭之后 除了希望孩子成家立业 有个好发展 也希望他能跟他一样走上慈祭的菩萨道 三个儿子都非常的乖巧听话 听从妈妈的建议 参加建席参加培训 也都受证成为我们的护法金刚 慈祭队员 上来的好弟子 快乐的慈祭之功 但哪知道 无常就这么快的降临 因为他的大儿子在受证 慈祭阵队之后不到一年 就因为癌症往生 心头的心理的痛 我想无法言喻 想知道师姐如何面对这样的无常 将儿子的往生 不是生命的据点 而是爱的延续 来看他智慧的决定 成全儿子的大愿望 这就是世人的志工背心 可能留作纪念 送走大儿子世安 离开这个世界 是振学历 心上一道等待愈合的伤 那段陪儿抗癌的岁月 历经了在绝望中 染出希望 希望又很快熄灭的煎熬过程 这段大概一两个月吧 有一天我就接到电话说 他现在在医院 整个人都慌掉了 我觉得说 怎么生命这么无常 他想要把握时间来做 可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其实他 一直让我觉得很不舍 就是说 他看他弟弟四季 投入慈祭之后 他也就是 很发心 觉得说 对 要跟着 跟着妈妈赶快 一起来做慈祭 对 人生有个正确的方向 那段艰难的岁月 志工伙伴们 持续不断地陪伴关怀 并引领他参与活动 让郑雪莉深刻体验到 善团体的互助力量 助人也互相帮助 带给彼此温暖 不好意思 葡萄到了 感恩 很麻烦 我觉得对雪莉师姐的不舍 因为怎么讲 那一阵子就看他 不晓得 反正看到他 觉得好像他是一夜白发 整个头发都变白了 那我觉得很惊讶 怎么会这样 后来了解才知道是说 儿子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那一段时间 是他最痛苦的 往生之后他就这样 我看他就是一脸愁苦的脸 然后没办法看他的笑脸 那有时候我就尽量找机会 有读书会 有任何活动 尽量邀约 邀约他出来 甚至邀约他去薰法乡 我跟他讲 我带你去 感恩 感恩 谢谢 不信任何人 你让你过头 你给我走出来 太棒了 太棒了 不信任何人 走出悲伤的雪地敞开心房 走入人群 且更加珍惜着 与家人的相处时光 现在他和二儿子士吉 一块帮年迈的母亲 做环保回收 看这个要洗掉 但是早期的时候妈妈 几乎是没有时间休息了 我们大概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也会觉得说奇怪怎么 小时候好像联络簿 都没有人在签 妈妈要签也是很快速的签过 这样 因为他要两边照顾 要照顾阿嬷 阿公 妈妈 如果你看电视的时候 你就是要开起来 这样 所以要开起来 就要开起来 真的 你都要开起来 我是两个卡帝 肉卡都不懂得卡帝 不是这样 你看这东西 经货环来 会变乱 你搞不懂得卡帝 你都要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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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开起来 我都要开起来 你都要开起来 我都要开起来 有什么样的 如今的郑雪莉 更积极的参与志工活动 他已曾经有过的苦 提醒自己 要助人出苦才不需此生 人生八苦 病痛最苦 虽然病苦是视线在儿子的身上 不过对于生养他的妈妈来讲 那真的是痛 人生就是如此 酸甜苦辣都会有 看到阿嬷黄黄醒的脸庞 应该你就觉得妈妈还在 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生命 对吧 阿嬷黄生这个事情 我们刚才在外面讨论过 我们绝对不是要悲伤取向 而是要给大家一些正面的能量 因为无常人人都可以面对 但是面对的时候 如果用正确的观念来转念 我想师姐会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启发 我刚才有说 孙子三个嬷黄生都很重 也都很听的 妈妈做主序做得很欢迎 所以大家就坐着坐着 也要做主序 也都是我们的职呈队员 但是受证完的那样的欢喜 没多久 年度的女生就身体不舒服了 对吧 是 然后得到的是这个 我们说的血癌白血病了 他的心情起落 当然是因为佩队到了 也移植了 但是后来就是因缘如此 往生了 希宝 儿子他自从发病到他走开 其实他都也无怨无悔 我觉得这是上人给他的力量 所以他可能刚发病 他就有那种发好愿 就说如果可以的话 他有福报 他就继续延续他的生命 也接受上人受证了 他就可以非常欢喜地来做持继志工 可是生命就是这么无常 听起来儿子是没有消极面对 他自己其实也给自己很好的心理建设 是 对吧 如果还有机会延续生命 他就当一位上人的好弟子 多行善多付出 对不对 如果因缘不成熟 那他应该也希望趁愿再来 对 他愿意说用他无用的身体 可以化无用为大用 让大义王他们去做大体解剖的 得这种 他有这样子的遗愿 那后来也完成他的愿望 所以儿子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定 也是一个有大慈悲心的人 是 他知道真的无用要化为有用 无用要变为大用 对 他不要臭蹄蚊 大家稍微熬过去 他要把它当更有用的生命教材 是 来 我请何记组长凤英师姐 你那时候怎么复位陪伴 法庆关怀 对 那时候 刚好是雪仪师姐 是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对 所以我就会带着组内的一些 海告围攻的师姐到她家 常常会陪她 跟她一起聊 聊一聊 那当然她对上人的法也是蛮深的 她也蛮深入的 所以她 我们跟她讲的话 她都能够能够接受 当然我们有讲 我们一定是母女儿园 这四人我们就是够接受 然后呢 我们希望说她一路上有我们这些好姐妹陪她 一定要振作勇敢 给孩子力量 我们给她力量 OK 而且真的三个父亲 我刚才看影片很好奇 我说你怎么会第二个父亲和你阿母 就是他阿嬷在那儿 听到的答案既然是这个老二 尤其四级师兄 为了安他哥哥 示安师兄的心 对 他在他那儿 有一段时间他怎么跟他那儿说 对 他说 大哥你放心 我的帮你跟阿嬷照顾得好 跟妈妈这个结果得好 对 你放心 换一个好的身体 我们以后还可以在主席的记忆 所以他就是在阿嬷照顾后 拌回去跟阿嬷照顾就对了 对 我觉得你真的教育有成功 三个小孩都这样子的贴心 彼此安对方的心 你也祝福你的儿子趁愿再来 你的儿子也祝福他的哥哥趁愿再来 或许 虽然到今年十月份 才是儿子往生三年的日子 不过如果快的话 现在应该两个月也可以来进师苏宣 做小志工 属于这个另外一百六十五公分 身材非常的高挑 但是以前的个性是内向害羞 他如果因为慈激的熏陶 如果法亲的陪伴 还有母鸡的鼓励 他打开了心房 走入人群 把他的工作道场成为修行的生活道场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这一桌都是帅哥美女 都是 对吗 确是 先生 你可以告訴我嗎 你這個比較小 這個給我們養的 很小 差不多一半嗎 一半 小小就可以了 他如果沒有落館 他的執政就配合了 大概一半就好 孩子還小的時候 丈夫就離家 三十多年來 鎮雪莉靠著這間五金行 養活自己與三個兒子 每日就這樣買賣 館帳與送貨 五金重擔始終卸不下來 如果電話來了說 要幫我送一個什麼 送一隻扳手也好 送一瓶噴漆也好 好 沒問題 對啊 沒有在賞幼錢 沒有在賞工錢就對了 好 好 正位 兩分呢 兩分 兩分半 好 各兩隻 好 好 沒問題 好 好 再見 OK 正位 好 現在就是工廠的財富在那裡沒有營 他很忙走不開 急著要用鑽頭 然後我就幫他送過去啊 有一天在送貨途中差點發生稱禍 讓當了十二年慈激會員長期收看鎮言法師說法的鎮雪莉警覺到 行善復出不能再等以後 卡在前關忘記初衷的做法需要改變 每天就是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也沒有假日這樣子 那到底人生的價值在哪裡 對 所以說受這一句話的影響就會覺得說那其實就是世間才永遠賺不完啊 那我可能要思考一下 師父講的話 真的要去尋找人生真正的價值在哪裡 今天喔 今天是個大喜的日子 是我們慈濟五十週年的那個精湛演藝 是 那呢我們今天就是有邀請很多的會眾來參與我們 慈濟五十週年的一個等於是大法會精湛演藝 不小心 我今天也有期待 所以真的要去哪裡 好 我們不斷會 好 我們不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生理就是以客为尊 希望来者是客 才圆广静 那做慈祭 上网就教导我们 要走入人群 跟众人结好缘 不能自己自我修行 对吧 我刚才有说 165公分高挑的身材 其实心里面住着一个 害羞胆小的小姑娘 疫情都吃避暑 你过生理 人家来做生理就对 你不会跟他说什么 对啊 很感冒 做实际 就是说把 每一位客户都是当成 当成什么 当成我们接引的 对象 所以说就是 学习资深的 给我们的典范 这样吧 对 说到资深的就是 我对面的 洪师兄 我也简单跟他报告一下 这三位真是巧 他们是住在 台南仁德 以前叫做三角村 这叫三角里 他们是 你跟你的母亲 又是国小同班同学 所以当成那里 他的店买东西 相信你认识 你认识还是他认识 他认识 这样 请问 就这样 想不到 他们认识已经超过半世纪了 然后跟师姐认识了 四十多年了 对不对 这样就是有研究会 让他在面对那个差一点 出意外的车祸 让他把感动化回行动 你是怎么跟他说 事情 不做委员就先 捐一百万做隆董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 另外这个会员 我就是跟他说 要捐隆董 不用一次捐一百万 你可以分析 分析 好 这样你就比较不大 压力那么大 对啊 我是跟你分享 我哪有知 也就种在他的心田里面 对 那时候你去送花 结果跟人打酒后 插点就跟一台大火车都做好了 对 那那个事情 他跟你種了種子 為什麼你馬上把它變成行動捐一百萬 對 當下我在油加進去棟 就一個念頭 最初說 洪師兄跟我說這話 覺得說 人生真的這麼無常 如果我剛才怎麼 這樣我這四人的家庭是在哪裡 所以說 我就想說 那我也要把握 把握姻緣趕快 趕快 即使我現在一個人固定 做生意 沒時間出去做主席 我好 我就要來請請主席 孫兄說 我就先來 能夠 有錢出錢 有利出利 先出錢 對 對 再來出利 對吧 對 那非常感恩的 就是很順利 我覺得隔年就在資深的師兄 師姐他們夫妻的鼓勵之下 就趕快就也培訓受證這樣子 所以先讓上南受證濃動 然後隔年見習培訓 也變成慈濟委員了 對吧 做了慈濟委員之後 當然是要如來家要一起扛 就是有情務要把握姻緣去做 但是他好像一個人固定 好像一個人固定 沒欠萬港 要做很多勤務 還要賺小金錢 要怎麼辦呢 我們的合計組長 鳳英師姐 來喔 他怎麼取捨 對 其實他受證以後一直很經濟 他經常有勤務 臨時的勤務 我都會想到他 因為他過程很彈性 所以常常他很好叫 也都沒有經營費 尤其那種公座 坐簾 都認識新的 所以他常常就是把店裡的那個門關起來 門關起來 讓我們做主桌 所以真的他是我們社區的寶 不過我也發覺說 他的生理因為這樣也有影響 不過學醫師姐 他沒有這麼想 對 他覺得人生的意義價值 他必須把以前的觀念改過來 他現在進入慈濟 他要把我生命 把我時間趕快來做 所以他就是我們社區會非常好的一個寶貝 你看 人在做 人都在看 不簡單 一路走來 你看 酸甜苦辣 悲歡離合 生老病死 你都面對到 你說要利用這個機會 感恩 要感恩的人 是 首先要懺悔 懺悔 是 懺悔什麼 懺悔 就是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感恩 除了感恩父母親家人以外 感恩 感恩這輩子跟 跟到上人 接著生生世世會跟著上人 然後感恩我的母姬 黃高平師兄 他們嫌抗禮 還有劉鳳英師姐 他們嫌抗禮 就是廖師兄 對 還有所有慈濟人 包括大兒子到花蓮慈濟醫院 就醫這幾個月下來 所有的師兄師姐有幫助過我的 鼓勵過我的 我都要說感恩 感恩你們 感恩大家 是 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我希望我能夠做慈濟 做到最後一口氣 就是跟著師兄師姐他們 學習他們 好 對 感恩 真的是發好願 對嗎 那就給你 世間齋 國敵齋 每天來 因為你每天有在看大愛台 就你身體健康笑 還有感謝我們兩位來見證 希望大家繼續打拚 怕主座菩薩德 感恩 感恩 感恩